美国花小小的钱 想要得到大大的功效 还包括了要拨款6600万美元 帮菲律宾的小岛建防御公事 这金额真的不多 你看我们买美国的鱼叉飞 那花多少钱 他拨这个款 要帮菲律宾小岛盖防御公事 那大家对谁很清楚 然后最近有美菲最大规模的一个军演 那这个部分我想请教一下 还是请下院教授 因为秦刚接了外交部长的时候 就发过文 今年希望能够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最棘手的部分 看起来应该是菲律宾了 因为美菲之间有一个共同防御条例 那如果我接受美国的补助款 像盖了这些防御的公式 我跟美国之间要做军事演练 那你怎么能够让菲律宾去加入南海行为准则 我必须先强调 这个南海是一个涉及到主权上的问题 而且牵涉到的国家非常多 那大家牵涉到的土地主权上的态度是非常坚持的 就是包含小小的这个钓鱼岛这种问题的话 基本上都是闹了很久 韩国跟日本也闹了很久 这个是 那在南海又这么大 南海是新疆的两倍大 非常大 而且中国在那边的话 人工造岛的速度非常快 那目前为止的话 南海行为准则里面最重要的几件事情就是说 大家共同开发共享资源 你只要承认这是我的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就是关键所在 那这能够制造的问题非常多 菲律宾情况非常特殊 因为菲律宾的话 今年2023年第一个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就是小马可思 对不对 他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讲得好好的 回来以后马上跟美国签署 原来四个军事基地再加五个 连巴拉旺里话 剩下四个全部在就是看着这个台北 这个军事基地用那个 美国的雷达一看 都看得一清二楚啊 对不对 这个事实上大家都非常清楚 那菲律宾为什么做这种选择呢 因为他自己单独没有办法 在主权的问题上 在跟中国在谈 所以说他必须要被迫 接受这个南海准则 结果菲律宾本身来讲 是最重要的一块事情是 因为在南海当中的话 如果你不接受南海准则的结果 就是各自害怕 那就比拳头 那这个当然也不是很好的结果了 就是各自开发 因为南海太大了嘛 你在这种话的就是 你自己在搞几个岛啊 你能够起架你的飞机什么的 但是大陆造岛的这个能力 确实非常明显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现在就连蔬菜都有了 那就不得了了 你刚刚讲到包括南海的 就是周边宣称主权国 包括像是菲律宾越南 马来西亚 汶莱 都有部分的重点 那你刚刚讲到像菲律宾 越南这个问题 他对于主权的部分 是没有办法自己的力量去做 所以必须在像菲律宾就跟美国做 不管军演或者是共同防御条例等等 去争取 那美方当然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就见风插针嘛 对于大陆 如果北京要推的南海行为准则 他就想方设法去拦住嘛 你觉得卡得住嘛 卡得住嘛 我跟你讲 这个要卡住不容易 但是它是一个 可是要达成难度也高 达成难度很高 但是要卡住也很难 为什么呢 我先讲 你喜欢聊历史 大家就要聊历史 1947年的时候 中华民国接收了南海 所以说叫南中国海 中华民国接收南海 我们画了地图 我们从小读到地理历史里面 就已经有政务暗杀 一直从东沙岛到南沙岛 南沙岛就是太平岛嘛 然后到政务暗杀 就整块都是画中华民国 然后你中华民国 在美国人的这个承认底下的话 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家不接受这个领土干嘛 所以说这个是历史上的法理依据嘛 然后第二个依据的话呢 就是说他目前提出来南海行为准则 是希望你刚刚提到那些国家 他们要能够接受他的行为准则 这个行为准则我再强调一下 就是说要承认南中华海的主权 属于中国的同时 大家一起共同开发 里面所有的利益 而且单方面不准单独开发 因为南海本身 据说有蕴藏的石油量很大 所以你不能够单方面开采 然后越南本身就制造说 单方面开采石油 所以造成了有冲突 潜在的冲突的危机在这里 那菲律宾本身我再强调一遍 它的海军根本就力量比较差 然后目前为止 它拥有的船只大概只有300吨 300吨几乎 比大陆的渔船还小 越南老师你讲就是中美持续拉锯 但是如果持续拉锯的话 秦刚也不会再 一上人就把这个当作是 重点工作做了一个宣誓 因为他觉得快成功了 北京的行动认为快成功了 对对 因为南海行为准则已经推了很久了 在一开始就这个原则上 你再觉得今天会更大突破吗 能不能够突破就是看 因为中国现在在外交上 所有的突破就为了准备 就是东海台海跟南海这边 为了他做准备 因为这涉及他的主权问题 这三个部分他都认为是他的内海 认为他是他的内海 所以说这个的话 美国就不准许你把它当内海 当成国际海域 这种态度 就是这之间的争执 因为大陆本身是非常非常注意 你看现在外交上的突破 这么多的目的 就为了增加自己国家的实力 同时要同时要把这三个 就是东海台海跟南海当成内海来看待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思想 我刚刚就是被任老师的话点了一下 就突然通了 就是秦刚会这样讲 是因为他认为今年应该会成 对是会成 但显然 美国会在这年发动更大的力量去拦阻了 所以或许风险增高 也是可以预期的 那相反另外来看 你现在笑什么 他叫南中国海 他不叫南美国海 太远了 你笑的部分是什么 我不确定美国真的会拦阻 是吗 我不知道美国真的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对东南亚国家全部 不愿意签 我不乐观 其实有部分愿意 比如说原来 越南、马来西亚 还是有部分的国家 可能会突然提新的要求 我们不能忘记印尼 印尼2024年有总统选举 但在这个时候 总统会签吗 难啊 那马来西亚虽然去年选举 但是安瓦尔他的地位也不稳定 因为他有这个大的联合政府 对不对 太多政党 那在这个时候 会签这个准则吗 还是 所以这个你可以说 某个程度上 不是中国的时候 是东南亚国家内政 太不稳定 但是我今年会签 我真的不乐观 不错 这样也好 对媒体来讲 始终把这个话题 继续聊下去 来反过来 我们来看G7 G7外长会议在日本登场 这个会议 在美方的盘算 就是希望 如果有一天 你们接受到来自于北京的经济胁迫 或任何方面胁迫 至少G7的成员国 要能够炮口一致 一起来联合抵抗 那欧盟的外交跟安全政策 最高级的代表 波瑞尔他讲 中国大陆到底是伙伴还是对手 取决于北京 他的作为 这当中包括了台湾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看到最新的G7的外长 的一个共同联合声明 就是提到 关于台海的部分 还是必须要和平稳定 Ross你来看 在美方的角度跟想法跟计划 是否要敦促G7国家 对大陆采取联合行动 就是套用对于俄罗斯同样的方式 在某一些议题上 G7针对中国是相当团结 比如说华为 美国花很多时间 说服G7国家 不要让华为的设备 进入5G的系统 后来G7国家就同意了 本来部分你可以同意 那部分比较我们要研究 等等要拖很久了 另外一个议题 新疆 G7国家偶尔会有什么制裁名单 不管是针对企业 或者对中国官员 香港这个议题也是 G7也相当团结 但是我们都知道 其实不用讲了 不管是德国法国 有一些国家 G7的国家 他们还是以经济为主 你讲到这边 我给大家看个图 麻烦导播帮给大家看一下 全球198个国家 128个国家 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大陆 这一块是在欧洲的部分 红色的中国大陆的五星旗 跟美国的旗子 看在欧洲分布 这张图就很明确了 你刚提到 有些国家还是以经济为主 美国要敦促G7 在经济上面联合抗中 这个想法凭借的是什么呢 凭借是美元 美国经济实力 还是什么 对最近 还是美国的道德 高标 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是不是 民主制度 我知道了 是可能会说 赚钱就是普世价值 这是两方面的问题 我是哲学系的教授 我觉得赚钱之外 还有一点价值 还是有价值 但是当然赚钱的价值很重要 我觉得的话 就是你讲的 因为美国本身 他做世界霸权的时候 他不能够很孤独 他不能够是孤立的 他认为德不孤必有灵 这个你听得懂 意思也就是说是 我做这个事情的话 别人都支持我 我就不会单独行动 美国避免这单独行动 美国自己也知道 欧盟其实是不管用的 他要欧盟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你认为美国心中的欧盟 是这样定位的 美国本身讲得非常明白 只是没有把那个 难听的话说出来而已 但是这一次 你看马克龙移到了中国 一下子卖了160架飞机以后 说中国好的不得了 这个台湾问题 根本不应该走美国的后路 接下来美国 那个卢比欧的那个议员 他是共和党的吧 对 共和党的说 那这样的话 我们基本上 就不捍卫你们了 不捍卫你们了 那法国人后来 就有很多人讲 你们就滚蛋了 你们就离开欧洲 什么的 美国人本身来讲 基本上对欧洲的态度 我在欧洲住的时候 我很多学生在美国 住在欧洲的美军 住在欧洲的美军 他们本身的生活 完全是美国式 他们有自己的PXD 他们自己买东西 有他自己的一套 有他自己的一套 美国人本身 我的同学美国人讲 连我们就觉得欧洲生活很好 他们美国人觉得欧洲的牛肉 跟美国牛肉还是不能比 就有这种线细 有这种想法 Ross你一定非常明白 我讲的什么东西 意思也就是说 美国人纯粹拿欧洲当成一个 不能够说是一个STEMP而已 但是基本上就是说 就是说我需要你立场来支持 但是欧洲本身内部 并不是那么团结 你看德国 看法国 你看西班牙 他们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 他们到中国的话 就是为了要去 卖他自己 觉得能够好卖的东西 因为中国这个市场 不要白不要 对不对 不过从G7这次的外长 对外的联合声明 某种程度上 现在符合了美国的一个期待 至少他们的共同声明当中 也提到了台海 也提到了合并稳定 但是我这一点 我可能跟很多美国人 又比较不一样 你不要到时候跟月老师 站在同一块 我感觉到现在 有点同情美国 被拉过来了 我不喜欢的地方 是每次 不管是比如说 日本首相去拜公 南韩总统去拜公 某一个西欧国家去拜公 或者G7之类的多边的会议 有关台湾他们的声明 好像他们都是 copy and paste 而且通常我不喜欢的地方是 他们都会提到一个水体而已 台海 台海稳定 台海稳定 他们没有提到台湾人 或台湾政府 我这点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要对台湾做好事情的话 那你要提到台湾人 或是台湾政府 这个要给Ross拍拍手啦 就这么久已经变半个台湾人了 跟台湾建交往 台湾女朋友没有白交 有点台湾思维在 这个是长期来的问题 而且最近我个人觉得是越来越重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已经说服很多国家 我们有高峰会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写着台湾这个议题 我们要写进去 但是每次都是用同样的几句话 台海稳定 你觉得就是从马克宏离开大陆 回到自己法国被自己法国媒体骂了一轮之后 又看到德国的外长去北京这样一番谈话 还有这G7所有国家的外长在事后的发表声明 欧洲的集体意识 纯粹就是梦一场 在美国人的观点当中是如此吗 你点头就是 我插一句话 你刚刚那个问题是有引导的 对不起 你是有引导 为什么呢 你就说马克龙回到国内被骂一顿 给人家感觉到好像他在中国讲错话一样 你错了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消息 就马克龙去中国之前抗议示威的人很多 回去以后没听到有抗议示威的消息了 基本上马克龙做的事情 对法国人也是很高兴的 欧盟本身内部也有很多人很羡慕的 抗议的事情 抗议的是退休改革的部分 对啊对 马克龙被骂是有关台湾 那个方位是美国骂他比较多了 是美国 不是因为法国人本身 我说一句良心话 法国人连台湾跟台湾都是哪里都搞不清楚 怎么可能会骂 可是我看的新闻有了 包括来自于France24 他们在法国的频道是这样讲 就是他讲到设台言论的时候 是有给他评评指教 不光是美国的媒体 但是还是美国媒体 美国政治人物比较多 我现在强调一件事情 因为法国一直有他们的戴高乐主义 他们会觉得说 政治人物敢怀疑美国 我们不要说是反对美国 就是怀疑美国就是英雄 法国有这个传统啊 对不对 Golich de Gaulle 他们有这种传统 所以说马克龙基本上做的事情 再加上他又卖掉了160架大飞机啊 你要了解啊 这个法国的经济不好到什么程度 所以渊教授提出来一部分是 我们在媒体或者是西方媒体主流当中 并没有看到的另外一部分声音 就是马克龙回去之后受到了 一些赞赏带回来的大单 在高乐部的整个Airbus的工作里面高兴得不得了啊 他带来很多工作机会 但是问题是这些工人 他们要工作多几年才能退休啊 不是 这两码子的事情 我跟你讲啊 你要了解啊 我们台大教授很多都不愿意退休啊 你知道 法国的工作舒服得很啊 我若是法国人的话 我也能延长工作一段时间 也挺好的啊 但心态不一样 你知道吗 不过说到刚刚一开始讲说 那个 blinken接下来访华的行程 可能北京是不会去做安排的 所以你 stop asking 我真的 blinken拜托你 不要再问了 不要再问了 对 他没办法回答了 他没办法回答 真的不好 Ross 我觉得你去考外交官了 你自己把国企业搞起来 我太自白 不可能